无论是在电影或者是大家平时拍摄的短片中,是什么能够让观看者沉浸于其中呢? 是故事情节,拍摄的画面,还是配乐? 其实不管是影视摄影还是照片摄影,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它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人的潜意识,那就是色彩。 每种颜色它都包含了不同的感觉和意义,在电影《它》中,我们能看到色彩几乎无处不在,从主人公的办公室到它的公寓都充斥着不同深浅的红色,而红色是暖色中最热情的颜色,它代表着温暖和爱。 和其他科幻电影不一样,它这部电影主要使用了非常柔和的大地色和卡其色调,在调色训练营的用色彩表达的课程里,有更详细的讲解每种颜色背后的意义,以及如何使用它们到摄影和后期的调色中。 好,接下来我会跟大家讲解如何一步一步地调出它这部电影中的色调,同时我也会分享视频中用到的素材给留言区的30位小伙伴。 调色训练营的会员同学可以在群里进行下载,然后跟着视频一起做。 好,其实调色的方法很简单,我们先打开Premiere,你也可以使用达芬奇或者是Final Cut。 大家现在看到在我的时间线上有要调整的Rule素材,还有它这部电影的参考画面。 首先我们进入比较视图,第一步我们需要还原素材的曝光和色彩。 首先我们需要拉开黑色和白色色阶。 降低阴影,提亮高光,增加对比度,恢复饱和度。 现在素材的亮度和色彩信息已经被拉开了,大家可以注意亮度试播器上的变化。 如果这一步没有做好,那么之后的调色都是在做无用功。 因为色彩如果没有被完好的展现出来,就不会有足够的色彩信息,所以就不能进行后面的调色。 好,接下来我们到曲线。 大家现在可以想一想,通过RGB曲线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好,我们直接到红色曲线。 首先需要匹配红色通道的亮度、中间调和暗部。 大家注意观察RGB分量试播器上的变化。 现在调整后,大家看到红色通道已经匹配了。 我们再看下面亮度的试播器。 在我们提亮红色通道时,它影响的不仅仅是画面的颜色,还有亮度信息。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通过RGB曲线,我们能够同时匹配色调和亮度。 所以刚刚你选对了吗? 好,接下来我们到绿色曲线。 现在素材的绿色通道比参考画面的低,所以我们要提高绿色曲线的亮度,降低中间调和暗部。 大家可以同时观察RGB分量试播器上色彩细微的变化。 好,最后是蓝色通道。 素材的蓝色通道比参考画面的更高,所以调整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向下拉蓝色曲线就行了。 好,现在我们看到,两个画面在整体的色调和明暗反差上就已经匹配了。 好,接下来第三步。 现在我们看到左右画面中,建筑和衣服的红色是有出入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局部色相上的匹配。 好,先从最重要的红色开始。 大家可以暂停视频,说出你看到两边红色的不同点。 好,为了能够准确地比较色彩之间的差异,我们到效果空间。 然后在透明度下,给素材和参考画面做蒙版。 这样在矢量试波器和亮度试波器上就只会显示红色的色相,饱和度和亮度的信息。 还不熟悉试波器的同学可以回看这支视频,或者精准仿色系列。 调色训练营的同学可以观看第一章的第四节,调色必备监控器。 好,在素材上做好蒙版之后,在参考画面上的操作也一样,在不透明度下给红色的衣服做蒙版。 好,现在我们进入比较试图,这样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它们之间的不同,从而进行之后的匹配工作。 现在我们看到参考画面中的红色衣服比素材的更加偏向橙红色,饱和度也更加低一些。 好,只要我们准确地知道它们之间的差异,那么匹配颜色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我们到色相与色相,给红色的范围定点,向上是偏冷的红色,所以我们向下拉,也就是向橙红色的方向调整。 大家注意矢量试波器上的变化,现在两个画面的色相已经重合在一起了,也就说明它们一致了。 好,接下来我们降低素材中红色的饱和度,让它和参考画面匹配。 在亮度试波器上,我们看到素材的红色亮度会稍稍低一些,所以现在我们到色相与亮度,向上拉,提高红色的亮度就完成了。 好,隐藏两边的萌版。 现在我们看到两边的红色已经非常接近了,高光上的差异之后我们会到HSL再做完善。 现在我们要继续调整局部的色相,在素材上我们看到建筑的橙黄色饱和度比电影中的画面较高,所以我会降低橙色到黄色色段的饱和度。 其实我们在矢量试波器上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来,所以我们降低素材上这一段色相的饱和度就行了。 好,现在在曲线板块上的操作就完成了。 接下来第四步,现在我们到色轮和匹配,给画面做整体的高光、中间调和阴影上的匹配。 方法很简单,对照参考画面,我们看到电影中高光偏黄色,阴影带有一点点蓝色,在中间调上保持橙红色。 现在整体的色调已经一致了。 最后除了建筑的外观不同,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大家还可以仔细地看一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是需要完善的。 欢迎大家弹幕说出你的想法。 其实对我来说,素材上红色的高光和色相还可以再做调整,所以最后我们到SHL辅助,选择画面中的红色。 用降噪和模糊来优化选取,然后我会在高光里加入暖色,并且提亮高光。 降低阴影来增加红色衣服的明暗对比,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在提亮颜色时,同时会降低它的饱和度,而相反,在加强对比度后,会增加它的饱和度。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在矢量试播器上,红色的饱和度有所增加,所以最后我们需要再降低它的饱和度,让它和参考画面保持一致。 好,现在电影它的仿色就完成了,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第一步我们首先还原了素材的曝光和色彩,第二步我们用曲线做了亮度和色调的匹配,第三步我们使用了色相与饱和度曲线,匹配了局部单个色彩,第四步用色轮与匹配统一了整个色相的高光,中间调和阴影。 最后我们用HSL给红色做了细微的调整。 好,这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希望这支视频能够带给你新的启发,我们下一期见。